对我们羽毛球运动来说 这个是最高的一个比赛 全部人最希望能得到一个奖牌的一个比赛 从小伸出来就我的右手肩膀这边就比较甩过了 抬不起来 然后手也伸不直 就比较弱 然后我的身体转动去右边也会比较慢 我们是人来的 我们给人家说了几句 我们肯定会想很多的 等到去克服那个压力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超感谈超好谈 大家好 我是JH俊宏 让人家紧张刺激的 东京长奥运刚刚结束 我国的建额也非常的努力 获得了三斤两名的奥人神机 海神归来 那么这一期我们就邀请到了 其中一位获得金牌的选手谢力豪 来到节目上和我们分享 她的精彩故事 当然在这之前呢也希望大家呢 可以去到我们的 IG、Facebook还有YouTube 去Subscribe我们 还有我们的唐唐网啦 记得呢也Subscribe我 JH俊宏 我的IG或者Facebook 可以留意更多精彩的超好的消息咯 或者你想成为我们的干爹干妈 干哥哥干弟弟跟姐姐也好啊 可以把你们的商品或的资料 发在我们的这个网址 我们的小编会尽快跟你联系 现在我们就会邀请我们的奥运冠军 谢力豪 Hello大家好 我是谢力豪 马来西亚残机羽毛球运动员 非常欢迎也凯旋归来了 我们先来聊聊吧 就是关于你得到这一次的 这个奥运冠军的那种喜悦 你现在还有那种很 感激的心情吗 还有一点点兴奋啊 还有那种兴奋的感觉 因为还是还有人呢 会发信息过来给我 我去读了我感觉到很开心 对我们羽毛球运动来说 这个是最高的一个比赛 全部人最希望能得到一个奖牌的比赛 我做到了感觉到我可以骄傲了 这一次的东京产奥运的羽球项目比赛是 第一次有羽球项目吗 对第一次羽球进入了产奥会 对要怎么样去获得产奥运羽球项目的入门票 你去打产奥会之前 世界雨连他会给我们两年的时间去积这个积分 他会拿前六名的那个球员去参加这个产奥会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羽球的职业生涯 小的时候是当着一个爱好 积环上这个羽毛球的 就看到有一点那种天分在羽毛球 我的家人就送我去培训 就从那边开始就代表了学校去打比赛 然后代表了区队州队 代表基隆坡州去参加很多比赛 然后就从州那边就代表国家 当初你开始接触羽毛球的时候 然后你去参加一系列的校队比赛 或者是一系列的公开赛 那时候已经是有分这个级别了吗 参加那些是正常人的公开赛 从小我就打了大概差不多21岁 我打的很多都是全部正常人的比赛 你身体即使是哪一个地方是有残缺不足的 从小伸出来就我的右手肩膀这边 就比较衰弱了 抬不起来 然后手也伸不直 就比较弱 然后我的身体转动去右边也会比较慢 如果我没解释的话 很多人都看到我比较正常的一个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正常的比赛 我的右手是很少举起来的 有没有觉得会比较吃亏啊 或者是人家会觉得 你怎么你的动作怪怪的 会有这种的问题出现吗 有啊 有啊 所以我就是感觉到 我跟不上我配不上他们的水准了 我不要去打正常的比赛了 因为水准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 所以我才去打这个残疾羽毛群 几岁的时候意识到 我自己是残疾人士 之前我也没有讲 把我的右手感觉到残疾 然后影响到我的人生 因为我从小我妈妈已经 好像比我的脑这样了 如果有人提到我 为什么我的手会这样短还是残疾 我只会回答他们说 我的手比较弱没有什么力 心态就是设好了 就是说比较没有力啦 没事的啦不用紧这样的 嗯 所以那时候也是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属于残疾身份吧 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想过 在运动员的一个年龄层里面 33岁算是一个老运动员了吧是不是 我真的很佩服就是像你这样33岁 然后一有这个机会就马上就是全力赢富 听说你也是放下了你的稳定的工作 专门应付这个东京产奥运的赛事是不是 真的有牺牲很多很大的东西 因为当时我长期以毛球的比赛 每一个比赛我都赢过了 我都拿过冠军了 可是只是胜这个产奥会我还没有赢过 所以我要拿 然后就我的全部比赛我就圆满了 会不会是比较压力的一场比赛 压力肯定有 我们是人来的嘛 我们给人家说了几句 我们肯定会想很多的 等到去克服那个压力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你说我没有压力 应该是不可能的事的 当时我还没去参加产奥会的时候 我的状态是我在高峰的时候 赢了六个比赛 当时一场球赛没输过 然后去打这个产奥会的当时 全部人都很看好我要赢 然后国家也是制定了我 是唯一一个拿到金牌的选手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压力来的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可能这个隔离过后 都会有很多东西要去参加 过后那些 我就会陪着一点时间 给我的家人 我们真的是很久没有见面了 四个月多 只是只能在电话那边共通 视频这样子 很久没有回家了 我都很想撂我的床 哈哈哈哈 也不能休息太久 因为下个月我还有一个市场 今天也是在东西 我要去争取回我的这个世界冠军 回来 透过谢力好的一些经历 跟他的毅力 我们也了解到所谓 身残心不残的这句话 可以用在他的身上 也可以让我们有这个意识到 其实很多事情在我们生活中的 可能会有一些不如意 或者是有先天上的一些 跟别人不一样的差距 但是透过后天的努力 还是可以弥补回来的 最后呢我相信力好 像我们的观众朋友 就是给一些鼓励的话 你可以想要给他们说些什么呢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决赛 还是这次的产奥会上 你们全部可以的 勇敢的去踏出一步 做你们喜欢的 还是去玩你们喜欢的运动 可能有一天你们可以 好像我这样拿到世界冠军 产奥会冠军 这些东西都会发生的 没有东西说是不可能的 好好谈 为大家收容使下最新 最奇特 最潮的人事物 你是那个乘客 你们不要怕 我们可以的 马上按赞并关注我们 让你得到第一手消息 一点也不傲